大家好,我是大营 蒜苔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炒肉炒鸡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首先准备一把蒜苔切去头和尾 锅中烧开水加入一勺食用盐和一勺食用油 加盐可以使蒜苔更加的爽脆 食用油可以使焯出来的蒜苔更加的翠绿 水开以后下入蒜苔 大火焯水一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防止蒜苔变软 这样可以保持蒜苔的爽脆 过凉以后把蒜苔捞出来 再把蒜苔撕成一条一条的 因为蒜苔比较粗 一根就可以撕成七八根 蒜苔撕得越细越好 撕得越细越入味 准备一块红辣椒 搭配一些颜色 把红辣椒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和蒜苔放在一起 准备几个蒜瓣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的蒜末放到盘子里 然后再淋上热油 激发出蒜香味以后备用 锅里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 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糖提鲜 加入半碗的清水 大火烧开以后关火 再把晾凉的料汁浇在蒜苔上面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凉拌蒜苔 就做好了 吃上一口酸脆爽口 香甜开胃 早上来上一盘 配上一碗米粥 清清爽爽不油腻 喜欢的话赶快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收藏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